我们今天本来打算要去丽江 但是锁到的票没抢到 所以就改变形成 先去县哥里拉 锁到的票我们是前三天开始抢的 还是抢到 本来今天打算到火车站吃早餐 但是路上太堵了 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才赶到 离解票还有十分钟 想着还能来得及买几个面包上车 结果网聚慢 先后查排队排了好长时间 最后还是没来得及就上车了 中转站有几个小时的时候 我们就来吃个泡面甜甜肚子 出来旅游我们吃的最多的应该就是泡面 因为我们行程太赶了 我看错时间了 我还以为还有一个小时 没想到只有二十分钟 还好确认了一下 不然就赶不上这趟车 到丽江之后去买香格里拉的大巴票 五点的话大概几点的时候可以上车 我们差不多七点多八点吧 对吧 男朋友应该不停车 路上看了提前下载好的奔跑吧 就感觉很快就到了香格里拉 到了之后 司机带我们去做衣服的地方 衣服是需要提前一天预定 看这个 看这个 你们要快在这里看啊 嗯好 然后我就选了一件蓝色的蓝色的会比较显白一点 谢谢我问你你身高有多少 第七五 我这样一做感觉你一米八左右真的 新疆我的母亲爹 一米一米的 就看你们脸色就有点像母堤 哇快了别人 我自己来吧 没事没事 我自己来吧我看电影 镜子里面看重 我拍视频啊 还挺好吃的我现在吃了 顺便来逛一下香格里拉的古城 这咋卖完了 这五十五块一斤 最便宜多少 五十 这个呢 这个二十五 逛完几家之后发现这家是最便宜的 我们就果断买了那个五十块钱的 就简单的逛了一下古城 然后就买了一个外套 因为这边贼冷 这家店也有很多非常好看的首饰 但是这个戒指八百块钱 走了 我们以为这个是博物馆 结果没想到是个酒店 有点高级 今天就到这里啦 大家拜拜